好,我们读完了吗? 我们来看,这篇文章说什么? 说一个故事,什么故事? 李先生做了什么? 李先生做了什么? 他做了红烧鱼,对吗? 但是变成了糖醋鱼 红烧鱼变成了糖醋鱼 他想做红烧鱼,可是变成了糖醋鱼 懂吗? 懂? 好,我们来看这几个问题 是正物判断题,正对,物不对 判断题,judge, true or false,judge,judgment, ok? so true or false questions,正物判断题,好吗? 第一个,谁来? 李先生今天没去工作了 对不对? 不对,很好,李先生为什么不对? 为什么不对? 他去工作了,可是他回家很早 对对对,好,李先生今天去工作了,可是回家很早 回家很早 好,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谁来?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嗯,平常,红烧鱼是李先生最拿手的一个菜 嗯,红烧鱼是李先生最拿手的一个菜,对不对? 对,好,红烧鱼是他最拿手的一个菜 好,那第三个问题呢?第三个问题 红烧鱼一般都要加醋,对不对? 一般都要加醋 不对,很好,为什么不对? 嗯,红烧鱼要不要加醋 不用加醋,不用加醋,很好 用盐 用盐,很好,要盐 用盐,很好 第四个问题是什么? 第四个问题,两位美,可以吗? 嗯,主题先生在里面有很多盐 对不对? 嗯,他把糖当成盐了,懂不懂? 他把糖当成盐了,懂不懂? 把,把 construction,记得吗? 把, take the sugar as 盐,明白吗? 把糖当成盐了 好,第五个,一起来好吗? 李先生在鱼里加了很多醋 因为李太太喜欢吃醋 对不对? 李太太喜不喜欢吃醋? 不喜欢吃醋 你好 第六个 李太太说她不是一个容易嫉妒的人 这个女人 嫉妒 嫉妒 知道嫉妒吗? 有 看你的书 嫉妒是什么意思? 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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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 对 他是不是 真 对吗? 是不是 对不对? 真 这个问题是对的 好 吃醋 吃醋 除了加醋到菜里 还说容易嫉妒吃醋 懂不懂? 他很容易嫉妒 所以他容易吃醋 懂不懂? 他容易吃醋